救救救隊啊,蔣灣安給你做的熱炮 灣安台北初運行,24號上午來到丹安文山區進行車隊掃接 雖然下著大雨,也不減支持者熱情 有人早早就拿著蔣灣安的旗子,等待車隊經過 也有民眾向車隊熱情揮手 蔣灣安除了感謝支持,被問到天氣是否影響選民投票意願 蔣灣安也呼籲大家要不畏風雨出門投票 因為這是決定台北未來非常關鍵性的一票 那我相信所有台北市民的心情都跟我一樣 因為在倒數48小時,其實這場選戰已經不只是灣安個人的選舉 而是一場捍衛台北市正直善良的選舉 我想市民朋友也必須很清楚了解 這是一場價值對抗的選戰,是一場價值的勝戰 贏的這一票將決定台北未來四年到底要走向光明還是黑暗 走向正直還是側翼 走向民主還是黑鄉 走向善良還是黃 所以我相信在最後的48小時之後 所有市民朋友會做出最有智慧 對台北未來最好的決定 選舉最後衝刺階段剩下48小時 我們也呼籲說的市民朋友 你的這一票是決定我們下一代 以及決定台北未來非常關鍵性的一票 所以必須要把握自己手中神聖這一票 不管颱風下雨都要出來投票 表達自己的意見 決定台北的未來 我們也會把握從此階段 緊握每一雙市民的手 告訴大家 拜託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來決定台北未來四年 到底要走向光明還是黑暗 蔣灣上午車掃大安文山區 下午陳時中與黃珊珊 也會來到大安文山 而黃珊珊上午車掃內湖南港 下午蔣灣也會車掃內湖南港 頗有較勁異味 港湖是未來台北20年發展 最快速的一個新住心 所以我們在分區掃街 排在最壓軸的區域 我們也希望港湖區的朋友 看到我們可以給我們正面的鼓勵 打招呼比一個6 我們相約11月26號一起去投票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掃街經過碰到很多熱情的民眾 給我們非常多的鼓勵 給我們加油打氣 那我想車掃掃街進入了第三天 我們今天會到大安文山 下午內湖南港 也希望看到我們的民眾 可以跟我們揮揮手 可以給我們加油打氣 我們都會非常的高興 跟我們比個6 然後一起相約126去投票 我們就是把握最後的18小時 跟市民朋友緊密的接觸 緊握每一雙手 伸入基層 我想用雙腳 然後持續的來跟民眾互動肯脫 我們也希望民眾給我們正面的肯定 更多的加油打氣 而且一定要出來投票 同樣的我們會持續的用傾聽 用走的用做的 而不只是用說的 來讓台北更好 選前之夜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告別過去的陰霾 影響光明的未來的起點 所以希望所有市民朋友 都可以一起呼朋引伴 帶你的親朋好友來參與 共襄盛舉 我想有你的參與 我們這場活動還會非常的圓滿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參加選前之夜 讓我們更多的朋友來相約 隔天11月26號一起去投票 選前最後兩天候選人把握每分每秒 使出渾身結束 就是為了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爭取每一張選票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我們這位 school for now 我們要打建議 你 đang供應 回答 我們要 treated 你們要訪問